日系列 嗨 大家好 歡迎回來到中美Select 今天非常明顯 我們就是要幫你們介紹 Kaedia 相信 Kaedia這個牌子都是大家非常耳鬆能相的雲牌子 那我自己對他的印象其實是蠻classic 然後又蠻優雅的 我覺得你在認識這個牌子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牌子它有非常不同的面向 例如說Panther它可能會比較像是 有一點點性感但是又很勇敢追求自己的女性 會想要穿戴的手錶 像是瑪丹娜就有曾經帶過Panther這支錶款 那例如Tank這個系列的話 有個非常知名的藝術家叫做Andy Warhol 他也曾經帶過這樣子的錶款 那再來Sentos我覺得它就是蠻俐落的 然後非常的特別 那相信Cabia在製造珠寶上面的工藝 大家是無庸置疑的 不過他們在製造手錶上面的歷史 稀釋也非常悠久喔 他們的作品其實也包含陀飛輪、三問、月響 都是他們曾經出現的作品之中 現在呢要來幫大家介紹一個在Cardia裡面 算是相對新的系列 不過它卻是聲明非常的響亮 那第一支呢幫大家介紹的是 鋼鏈帶的藍氣球 那這個藍氣球呢其實自己身邊 蠻多女生都會想要把它當為是 第一支自己入手的手錶 那藍氣球這個系列它其實側面就像是一個鵝卵式一樣 非常的圓潤 所以其實上半穿戴的時候非常的方便 那再來就是 今年 藍氣球終於推出一個大家敲碗敲很久的 40尺寸的大小 因為之前藍氣球都是38再來就是42 對於亞洲男生來說 他會覺得38好像有一點小 42又有一點太大 不過今年這個40尺寸啊 它是戴在手腕上我覺得是非常剛好的尺寸 而且它因為是有點圓弧形的 所以戴在手腕上又有一點點放大的效果 那今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快拆 除了現在附上這個鱷魚皮錶帶之外 它還有鋼鏈帶可以換上 最近其實蠻多walk-in的客人會進來店裡說 欸我想要找一款Catia的手錶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想好說 欸我要找哪一個系列 很多人進來就是看來看去之後選了藍氣球 藍氣球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地方就是 今年小的尺寸跟40尺寸可以對稱萬錶 所以今年聖誕節想好送給女朋友什麼了嗎 可以選選藍氣球 那再來就是今年這個玫瑰金系列 它其實非常少出藍面的 這次這一支我手上這一支 它是藍面配上玫瑰金 又加上鱷魚皮錶帶 其實會好像有點低調 但是又其實蠻貴氣的 再來要幫大家推薦的是重量級的藍氣球 第一支我想幫大家介紹的是 玫瑰金版本的滿天心 前面有提到嗎 Catia是一個非常會製作珠寶的品牌 所以它在把鑽石鑲嵌在手錶上面的時候 也是非常的厲害 他們其實自己有一個理念 就是要打造一個會走時的珠寶 所以你在戴上這支手錶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其他的珠寶來搭配 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存在 那這支滿天心呢 它其實選擇的鑽石都是DEF color以上的等級 它才會放在手錶上面喔 再來就是他們在做鑽石切割的時候 他們都是以明亮式切割 是他們自己獨自研發的 放在手錶上 你在看它的光影折射之下 其實它的鑽石會特別的亮 特別的白 除了玫瑰金的版本 也有白K金的版本 現在呢 有蠻多女生會特別去訂製 可能一圈鑽的鑽石熟練 但是其實你這支手錶 它其實本身就已經是一圈滿鑽了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忽視它的存在 這支白K金跟玫瑰金的感覺 雖然都是藍氣球 然後滿天星 可是它的存在感又有點不一樣 玫瑰金會有一點比較溫柔 比較大方 白K金會覺得 哇這個人就是非常地有氣勢 然後我覺得非常地亮眼 再來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支 我覺得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嚇到怎麼這麼的特別 它的名字叫做五棟鑽石 我一開始一直都是看到它的圖面上面的照片 然後沒有想到說 它看到本人會讓我這麼為之驚艷 因為它鑽石鑲嵌的手法非常的特別 它每一顆鑽石都是獨立的 然後下面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它是怎麼有辦法做到這種工藝 它每一顆下面都是讓你鑽石會舞動會搖擺 所以你在擺動的時候 那個鑽石真的就像在跳舞一樣 它的那個光影 每一個折射都是不一樣的 看起來真的非常地亮眼 那它搭配上的鱷魚錶帶 就會讓大家視覺上 停留在它上面會動的鑽石一樣 你會一直看它 你就會好像不自覺的一直把玩它 一直晃動 然後看它真的會跳舞的感覺 剛剛推薦的舞動鑽石還有滿天心鑽石 可能大家不是會想要每天都穿戴的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點點特別 然後又蠻喜歡藍氣球的款式的話 其實白氣球這個選項也是非常地棒 它外面有一圈鑽石 然後在表觀那邊還有一個主鑽 其實戴起來就是有點低調 可是又覺得你這個人蠻有品味的蠻優雅的 接下來11月份的時候 然後Cadia那邊會推出個線上到線下的活動 那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從線上 玩一些小遊戲以後來到中美 穿戴不同的手錶 如果你是不曉得自己比較適合練帶 或者是皮帶 或者是有鑽沒鑽 都歡迎你們到店裡面 來挑出最適合你們的冷氣球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中美Split的影片 希望我們可以下次見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